哈喽大家好我是Jeff 那今天的这影片要给大家带来一个 最近比特币非常震撼而且有趣的利好消息 世界上第一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诞生了 为什么说这个消息很震撼呢 那我们都听说过这样一句话 币圈一日人间一年 最简单的解释呢 就是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实在太大了 那早上大家可能还沉浸在百倍收益的喜悦当中 到了网上分分钟都有可能迎来暴跌 比特币也是如此啊 我们不禁想到这种以剧烈的价格波动文明的加密货币 真的适合成为一个国家有效的法定货币吗 那今天的这期影片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这个事件将会为比特币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回来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我的影片先跟你解释一下 我的这个频道装助于帮你提升财商系统创业以及实现财务 自由那目前主要关注加密货币的知识补给和投资分析 以后也会逐步扩展到其他的赚钱领域和投资创业项目 所以如果你也想学习更多的赚钱方法和财富资讯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下面的小铃铛 然后顺便点一个赞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了 OK 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主题 Let's get started 这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的国家呢 叫做萨尔瓦多 那6月9日 萨尔瓦多国会以绝对多数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比特币法 萨尔瓦多也正式成为全球首个承认比特币为法定货币的国家 那这也就意味着萨尔瓦多国内的商品价格可以用比特币来进行标注 那税款也可以用比特币来支付 并且比特币交易无需缴纳任何的利得税 那萨尔瓦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又为何选择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呢 我google了一下 发现萨尔瓦多是一个位于中美洲北部的小国 国内经济以农业为主 工业基础比较薄弱 那它的对外贸易呢 占了国内生产种子的一半以上 但近年来啊 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影响 它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 截至2019年 萨尔瓦多人口呢 约为670万 那GDP呢 仅为267.5亿美元 作为一个以美元现金为主的经济体啊 萨尔瓦多大约70%的人 没有银行账户或者信用卡 和大多数中美洲落后的国家一样 萨尔瓦多的经济呢 严重依赖于移民汇款 那移民汇回本国的钱 竟然占了萨尔瓦多国内生产总值的20%以上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萨尔瓦多要在这个时候把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 其中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我们说萨尔瓦多经济依赖移民汇款 但即便是如此 转账也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国际转账通常要收你10%以上的手续费 并且有的时候呢 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到账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比特币就为萨尔瓦多人提供了一种 在汇款回乡时更加便捷 并且可以避开高昂手续费的途径 对于没有银行账户的低收入人群来说 加密货币转账会更加的便利 而且成本也要更低 另外使用比特币不仅可以普及国内的金融 那还可以促进对萨尔瓦多的投资 吸引更多加密大佬来投资 为国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最后一点呢 其实21世纪初 萨尔瓦多决定采用美元为官方货币 那这也导致啊 当前美元已在萨尔瓦多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自从2020下半年以来 全球前所未有的货币扩张 尤其是美联储的大量印钞呢 极有可能在未来会摧毁掉 像萨尔瓦多这样的美元小国 而将比特币纳入到货币流通 或许是一条新的出路 因为比特币的供给量 不会受到任何中央银行的控制 那这一点将大大减轻 萨尔瓦多财政权受到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年好处 那萨尔瓦多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 又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我们都知道比特币的转账效率极低 TPS也就是每秒处理交易数量呢 只有7 但好在现在这些问题啊 都有了解决方案 那就是采用闪电网络 所以闪电网络啊 它的主要思路呢 就是将大量的交易 放到比特币区块链之外来进行 那通过智能合约来往上链下的交易渠道 在整个交易中 智能合约起到了中介的重要角色 而区块链呢 则确保最终的交易结果得到确认 为此呢 萨尔瓦多也是宣布与数字货币钱包公司 Strike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那Strike是一款VEMO式的支付应用 使用闪电网络来结算美元或者其他法币 这样看来呢 其实闪电网络和Strike 也是成为了这一次的幕后赢家 那加密货币钱包Strike 在萨尔瓦多推出了移动支付应用之后 也迅速的成为萨尔瓦多下载量第一的APP 此外呢 萨尔瓦多也表示会运营一个信托基金 那该基金将持有价值1.5亿美金的比特币 以此来抵消比特币市场的波动 确保商家不必承担风险 这无疑是比特币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那我结合了网上其他人的一些观点 来和大家聊聊 这一个事件呢 可能带来的影响 首先 萨尔瓦多的这个举动 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随着第一个国家将比特币纳住法定货币 未来可能会吸引更多类似的小国 加入到这场革命当中 因为使用比特币对于这些主权国家来说 可以轻松的绕过货币结算体系 以及金融制裁 并且国民财富不会被美国的烂印钞票 无情的稀释 自从萨尔瓦多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之后呢 巴拿马国会议员也是公开表示 正在制定一项提案 将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 纳入到该国的法定货币体系 那据了解 俄罗斯方面也是对加密货币非常感兴趣 因为这不仅可以绕过西方的制裁 而且加密货币在国际结算中所承担的角色呢 也是越来越重要了 伊朗总统则是呼吁建立加密货币交易的法律框架 那包括巴拉圭 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 以及墨西哥等这些国家呢 都一致对比特币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墨西哥的立法委员呢 更是将自己的推特头像加上了激光眼 那我们不妨展开想象全球的阶级 可能会因为比特币变得更加平等 这种颠覆性的力量价值呢 将是无限的 其次 沙瓦多的这个创举将再一次把比特币推向公众视野 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我们都知道巴菲特一直以来都是对比特币嗤嗤以鼻的 但有意思的是最近巴菲特也坐不住了 伯克希尔哈萨韦计划投资newbank5亿美元 那这家公司呢 主要是为客户提供比特币 ETF投资服务的 虽然巴菲特他不炒币 但是呢最后还是选择布局这一条赛道了 可以说加密货币的趋势已经是势不可挡 目前比特币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储备资产 而不再是投机性的加密货币 我相信比特币在将来完全有可能达到10万美元 那就在前一段时间呢 迈阿密有一家夜店就接受了比特币支付 那在迈阿密会议期间 自家夜店赚了几十万美金的加密货币 整个周末人山人海成为了加密投资者的聚集地 这个事例啊也再一次的说明 机会只留给真正有远见的人 在去年美国在加密市场呢 赚了41亿美元的利润 位居全球第一 你猜第二位是哪个国家 没错 就是屡次制裁比特币的中国 11亿美元 那接着呢 才是日本 英国 俄罗斯和德国 在币圈 先知先觉的人呢 才能够赚到钱 OK 今天的这支影片就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或者有所启发 欢迎你为我按赞 订阅 以及分享 我是Jeff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